好吧 又到了那个 好了好了好了 十分钟卡一次又到了 对就是 因为在海外开播嘛 然后它就会十分钟卡一次 节目效果 好的 换个地方吧 那边 那边那个 我那个开播全线又到期了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上次申请的是一年嘛 然后 然后今天它就提示我 只有十天 因为我上次是十天前申请的 然后它好像十天还是二十天 然后它就又到期了 啊要申请 它可能通过没那么快 我刚刚才发现的 嗯 对十天十天的申请你说 就是就是那个开播全线要申请 像我那个b站开播也是有有申请的 嗯 都申请了 都申请了 闪闪大的学姐好 你好 学弟或者学妹 哈喽 应该是学妹吧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 基本上没有什么男生 不会提前提醒吗 不会 它就是到期了才给你提醒 除非你没事天天点进去看 它这个这么个情况 嗯 所以我都懵了 系统默认识天播了一年的量 好吧 我这两天太累了 我跟你们说 我这两天就是 嗯 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我昨天已经当机了 哎 就是没有白天 没有黑夜 的那种 劳累 然后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每天晚上两点睡觉 真的很累 对 对 过几天我的新专辑就要上线了 是的 嗯 该休息就好好休息呀 是想好好休息的 但是也不能不能休息 因为最近年底嘛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厂里面还是挺忙的 嗯 然后 要不就是陪客户吃饭 要不就是帮客户带孩子 哦 哦 哦 哎呀 天哪 真的是感觉整个人都已经 不行了 已经 感觉我上上那个 感觉我工作之后学习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教的幼师嘛 然后全部都派上了用场 上学时候学的教育 然后全部拍上了用场 嗯 哎 然后小孩子都很喜欢跟我玩 嗯 好巧呀 我也学过幼师 然后陪着 从早上十点晚到下午三点 还要蹦 还要跳 还要大声喊叫 哎呀 真的是太累了 然后每天的那个脑子都是乱的 真的是这一团江湖 这几天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每天晚上我还坚持 昨天晚上实在是糟不住了 哎 结果本来以为可以早点睡觉 然后一直回信息回邮件 然后 然后又又是很晚才睡觉 今天又是八点起床 啊 我就想着今天 然后我就想着今天那个 今天 今天赶紧 赶紧上来那个 跟大家说一声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天 然后就少拨一点时间嘛 就是跟大家抱个道 啊 抱个道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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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我们的 星球守护者 伤花送 哇塞感觉好酷啊 那个感觉 你的IP为什么在越南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越南 这个问题问怎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哦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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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造航母 那我这是出息了 我还在这直播干啥呀 我情形搞科研去了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 今天 今天是二花的生日 然后呢 今天还是我们潜意宝宝的好日子 然后 今天反正 挺好的 二花的生日 本来想给你多发一点的 但是我最近特别的囊中羞涩 你把这个小红包收一下 我只想说 不管怎么样 我 一生一世都爱你 哈哈哈哈 不是你跟柚子 你俩在语音吗 你俩为啥一起给我发钱 他给我发这个 又知道有没有给你发 嗯 哎朋友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发一个二花 我们爱你 我给他拍一个小视频 祝二花生日快乐 二花生日快乐我们都爱你 好不好 能不能打这么长 然后我给他拍拍一个那个 照片我给他拍一个那个 拍一个小视频 来准备啊 我说一二三你们开始哦 来不要停 耶 给他发过去 我听他跟我们说什么 他说 你不是在直播吗 哈哈哈哈 我是呀 我下午的时候太忙了 然后我就在车上然后 急急忙忙的给你发了一个语音 然后现在直播嘛 然后就感觉稍微稍微空闲一点 想不到直播已经成为了你的休闲手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办法 我的粉丝们都很宠爱我 宝贝们我们直播间是10分钟卡一次啊 我们都10分钟卡一次 啊 啊 啊 好吧 谢谢啊 一绝谢谢谢谢 你想点什么歌 还有我们的9981 你想点什么歌 白石锡 感觉我要听 幸福的两口子我不会唱 这个我不会唱哟 所以 Ellboy Dungo 我们来先来一首白石锡 送给我们九九八十一 谢谢宝宝的点歌 谢谢谢谢 今天开张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而你眉生山水万潮 尽如一人梦 青涩愿雨共抹春秋 零细缠绽炊烟悠悠 感情东风雨长霜楼 摇滴家兮雨知否知否 未离云离未在阴沟 明月可见情深一首 此生相依人天白首 千惊不依清茶淡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舞蹉族族女后 她念珍贵 我早难求 风尘枯梦忽生 风险面面 随风似散 卻又轻易沾眉头 都是一双冤药 河山绕水 月下花前本来无求 对看尽忘游 何年何夕 两相执守 世故相思 风情寒头 仙人尽侧 盼雨消楼 金驴为龙 隔月成秋 两叶齐长 姻缘更老 树的千枚 凌落红豆 为君一心 一心怎首 遥妙应许 与我孤岛 何年何夕 多么成交 银汗渺渺 炊烟悠 甘情东风 笑逐残留 脱树天地 安逢安逢 真心如脸 长血饮沟 欲言不吻 似人难吼 就像一曲 人间拍手 可是相闻 一风一风 啊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的喜爱还有夸奖 好 谢谢宝宝们的礼物 谢谢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9981宝贝的点歌 对我的新专辑流光 要把旭梦流光即将上线 流光旭梦 也许是下一张 旭梦流光 对对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请问如何点歌 我们新开通的舰长可以点歌 或者一个告白气球 就可以点歌喽 我什么感觉我这个下播时间 一直停留在两个小时 欠的歌这边能还 可以啊可以啊 我欠谁的 王总记得你唱过幸福的两口子 我没有唱过 那这个歌名我没有听过 还幸福的两口子我真的是 哦 谢谢大家的点赞 我们今天点赞到一万多了已经 谢谢谢谢 哦好像是换下宝宝的 嗯 要点吗宝贝 一直没有停啊点赞 点赞其实很辛苦的 辛苦了辛苦了 嗯 谢谢我们悬崖宝宝 谢谢谢谢 辛苦有之宝贝点赞呀 嗯 嗯 那就真正我梦 看一下啊我们 我们有点歌的宝贝 换下点歌天之河 我不会唱一样 天 是谁唱的呀 拜年祭单品哔哩哔哩 说说 没有听过 梦回08年进舞团 花上的波霜 窗前的月光 都照亮心底 某个地方 有人用思念 两段促时行 流淌过一千年 是这首歌吗 不是关键我都没有看到换架 你们到底是 去哪里传的圣旨 听我这风霜 烟油草长白云白 吹到长城墙 天水出消消 早上老火烫 再加三分时光 坐在半前漫漫长 人间烟火山河浩荡 清风过大江 水落满 确实特别春晚 两岸千里的花香 你爱的人呢 记得你最后的缘 每时飘泡的种种 是心之所想 这个歌 这个歌要 要你们懂吗 怎么背墨亭啊 背墨亭 我感觉都好久不唱了 这个歌 看一下 没有伴奏呀 背墨亭 没有奏的伴奏 看我手机里好像都删掉了 哎呀我居然还有不对 去哪呢 没有伴奏呀 没有没有没有 虽然我之前唱过线下 但是他们没有给我听过 没有给我发过 没知道伴奏 啊 谢谢我们狡辩哥哥续飞的舰长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子要不你学一下第一个毕竟你天赋无敌 我没有天赋 我唱歌这样子之所以感觉还能听 是因为我20年30年的努力 这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一起来的 当别的小孩子在外面玩泥巴的时候 我在唱歌 当别的小孩子打游戏的时候 我也在唱歌 我不觉得我是天赋 30年吧我不行 30年 对 18年 当别的小孩子 凹凹带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练声 王子给你一脚让你为难我 我为为难你什么了 啊 天赋加地赋加人赋 没有为难大家呀 不是你们在为难我吗 怎么就变成我 我为难你们了 啊 宝贝们 是你们点了我不会唱的歌 然后还要让我学 然后你们还想踢我还想打我 天呐我怎么这么可怜 他可能少打了个冒号 标点符号很重要啊 标点符号很重要 嗯 新专辑在哪个平台支持 应该是我们会有实体的专辑 然后会在那个 肯定不是拼兮兮了 我的天呐 谢谢谢谢我们她年故处在逢学 谢谢宝贝 感谢宝贝谢谢谢谢 夏宝贝的舰长 想宝贝续飞的舰长 谢谢谢谢谢谢嗯 啊 那换下宝宝我还还是这个 嗯 再再想一想吧 好的潜意宝贝 晚安晚安 好好休息 天呐 哈喝喝喝喝 呃呃呃 啊 封竦记忆 我看一下有没有伴奏啊 哦 shouldn't NTNT ants 哈喽哈喽欢迎回来 我那个网有点卡 刚刚卡了 卡了一下 换下点歌其实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是有的 我唱过这个歌 它应该是有伴奏的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 坚固的走在路上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用双手轻轻一出就破 似醉醉不惜 月落以后细深独行 录音乐 深不宴 张忽不宴 华山之电斩火 仍危险 刀光剪起划破一样的烟 残阳如鲜 心海如铁 燕子飞出缥缈 最红尘 谁为兄弟斩今生 不愿来路间线 江湖远 谁还在这里等 燕子飞出缥缈 最红尘 谁说为兄弟斩来生 十年谈之间 恍惚过一生 一生只为你一生 我眼睛里没有进东西了好痛啊 是一个毛一直在戳我 谢谢大家啊 苍山十年 我弄了但是我看不见是什么 好像是我的那个 好像是我心讲出来的眼睫毛 一直在往下 再次感谢我们IJ宝宝的点歌 谢谢宝宝的见证 谢谢谢谢 我今天找不找了半天我的睫毛夹我都没有找到 不知道去哪了 嗯 欢迎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 我突然间想到啊就是就是爱妈的爱妈的粉丝每年都会 在他的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就是粉丝集资然后然后 给他做一首歌你们懂吗就是集资然后找人去编曲写歌 然后写词然后找人混音 然后呢就是没有每年啊某一年是吧 然后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我的天哪 你们知道这对歌手来说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就是本来过个生日都高高兴兴 还开开心心 然后 本来过个生日开开心心 结果还要去还债 还没有唱愁 啊 就是一种 啊为什么你们你们总想到这种 对就还要加班 然后还要 你们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我觉得 粉丝并没有站在一个歌手 的角度去想 他喜欢什么 然后去给他 做一些 就是他希望的事情 你们懂吗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然后去想自己 对还有就是粉丝聚会的时候 粉丝们都想让歌手陪他去KTV唱歌 就是我觉得人类的悲欢 很多时候是不能 互通的 对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大家其实都是 本性都很自私 对 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家这么和谐的没有的 也不是说没有吧 就是我觉得我的 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的粉丝特别好 就是大家 从来都是 觉得我需要什么 然后 就 就用什么去陪我 然后 平时呢也 也不去打扰啊 然后就是 就真的很好 然后也不会说 强加一些 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事情 就觉得 咱们家宝宝还是特别特别好的 嗯 就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站在你们的角度去想问题 然后所以你们也学会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想问题 嗯 我听这故事我挺感慨的 真的 其实大家都特别好 嗯 嗯 大家的共情能力都很强 对对对 是的 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想要传达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尽量的想让大家听懂 嗯 就算有人 强加你不想做照样不做 我吗 没有啊你们也没有强加给我什么呀 我没有觉得你们有强加给我什么东西 嗯 嗯 然后就心心疼其他的歌手 一秒钟 嗯 你真的太辛苦了 哼 还好还好 大家其实都挺辛苦的 而且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那个叫什么 嗯 就是公众号吗 然后呢它上面就写 现在不是 在北方都下了很厚很厚的雪 然后就是有有一个女孩子然后穿的很厚的在雪地里奔跑然后去上班 然后就是现在现在不是都很冷吗 然后大家都是拼命的在工作 嗯 大家都是拼命的在工作 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真的很不容易 就大家其实都是在很努力的 生活着 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们这个活着到有多艰难 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这种困难和这种紧张的节奏下调节自己 嗯 就你们有什么比如说今天怎么不开心啊什么的 有什么反正直播间这些人大家都互相也不知道现实是谁 你披着马甲你可以在网上随便的讲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不开心了都可以跟我讲 真的我可以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吐槽的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很需要这样子 因为大家现实当中可能都没有那种可以去 就是你们知道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就是也不会想着说我要去 哎呀告诉全世界我很开心这样 但有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就真的就很想去 跟这个发发牢骚那个发发牢骚然后去 倒倒垃圾桶 嗯 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自己自己那种高兴的事情自己心里面消化 然后不高兴的时候都可以讲一讲 嗯 对分享一下真的会好很多 真的会好很多 今天我碰到事儿鼻气到不想上班 请假去庙里 这不挺好的吗你还能请得到假 真不错哎 我有时候真的很烦很烦很烦我就特别 就是就是告诉自己要冷静 然后实在是冷静不下来 然后也不能自己去放空 啊 然后我就说 给我半小时 我让我练会字 我写一会字 他就是要 让自己平静下来 嗯 看见王子瞬间开心 那这不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吗 嗯 人家就需要一个泄压法 压力高了就要释放 卸放是的 没错没错 说的非常对 嗯 很喜欢选上的歌 谢谢你谢谢你 嗯 听歌就是很好的选择 沙袋沙袋又不会对话 又没有感情 打了他他又不会痛 痛的是自己 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 就是我很难受的时候 看到别人比我更难受 然后我才能心里好受一点 这个是人性 没有办法 这特别没有办法的事情 新建长再逢雪点 愿与愁 他年故初再逢雪是 新建长吗 好像是 21 微信 27 反正就是 众生皆苦 由我九天 没有我记得那个他年 见 再逢雪她应该是 应该是不是新建长 我感觉他好像是续废的呀 本来就跟我难受 还要跑十公里受罪 这谁想出来的 我天哪 我是坚决不可能 我宁愿躺在床上 啥也不动 然后去听那种吐槽视频 是新建长 好的 愿与愁 送给大家 谢谢宝贝 的支持 岁月在梦树三四五六 第六天以后 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黑夜和白昼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 最怕命运消透 会和美好我用鲜肉 去感受 问宿命是否再多久 再持久再永久 敌不了不朽 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到 放手到挥手就该足够 对夜的肠后 我胸口的伤口随风陈旧 你我终会沦为尘埃漂流 等待花几言与愁 在花江水煮熟 属于你的缘 宇宇宇宙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多想猜碎沙漏 但同时能在同个宇宙 就不求挥手 就不求振留 呼吸下一口气的雨梦 终究会被没收 满天风雪我陪你颤抖 我们别回头 问宿命是否再多久 再持久再永久 敌不了不朽 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到 放手到挥手就该足够 对夜的肠后 我胸口的伤口随风陈旧 你我终会沦为尘埃漂流 等待花几言与愁 在花江水煮熟 属于你的缘与愁 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 爱过久不休 那我不走不分手不放手 不会收拾指尽口 分岔路口我身后贪欲可求 在花江水煮熟 在花江水煮熟 属于你的缘与愁 分岔路口我胸口的伤口随风陈旧 在花江水煮熟 在花江水煮熟 属于你的缘与愁 分岔路口我胸口的伤口随风陈旧 在花江水煮熟 谢谢谢谢 新建章 王子王子新专机会上电子版吗 我其实想上 但是柚子拼命的反对 我先看我 我 没有 的 我 不 是 如果 是 反正我是想上的 应该是在实体专辑发布后的一段时间 应该会上架的 对就是实体专辑应该是要有一个限定的时间 好我确定我弹幕一直被吞 没有呀 你看他又说不上 他就是不想让我上那个数字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人听那个数字专辑 然后很难看那个数据 实体专辑会有U盘吗 应该有 我觉得不上到时候听的人少 我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歌 他总觉得数字专辑没有人听 他总觉得数字专辑没有人听 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发那种 发那种 就什么单曲单曲单曲这样子 一个专辑可以发十次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他觉得一张专辑 然后放在一整张的那个 数字专辑里面没有人听 嗯 多久啊 不用等多久了 其实我们的那个执照都下来了 但是他那个网络后台没有更新 然后就很麻烦 嗯 对 其实很多人听但评论啊 点赞啊收藏什么的确实很难 是吧 就是他那个数据应该会挺难看的 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就是不想不想上 这也是大部分的鼓风歌手都没有上的原因 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免费再网上发这样子 会打击你的士气担心你难过 不会啊 我我其实 我其实还好 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真的很好 有很多真的就是听歌的朋友 然后 不在我 不慕名而来 然后也不在我 在我这个 失落的时候离开 对吧 就是人有这样的体验是很难的 就是如果想火 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 我我喜欢 嗯 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来 嗯 就是我 我觉得这种情谊它是比较难的 而且我说实话 我也不不希望 有太多的纷纷扰扰 嗯 当然我还是希望我的歌有很多人去听的 嗯 但是现在音乐市场就是这么的不景气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谢谢乌鸦 谢谢乌鸦宝贝的见证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嗯 慢慢让以后的人说发现了宝藏歌手 学生 没有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嗯 宝贝你要 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哎 我好像感觉它是续飞吗 确实简单 十几年前 也没有十几年前了 还不到十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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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